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焦点 今晚的节目我们探讨网购农产品的趋势 再过三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 不少人都开始张罗年活食材 以往人们一般都会到传统菜市场 挑选最新鲜的蔬果肉类 但是近来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上网购买农产品 那你可能会问 网上买的菜能保证于农产品 这种新鲜要要齐全吗 从瓜果蔬菜到鱼虾肉类 只要点击几下 就可以轻易在网上选购各种新鲜的食品 输送袋上一个个盒子里装着的 正是顾客们的网购订单 这个位于育郎的货仓 每天处理人们在电商平台上购买的货品 将他们送到顾客的家中 电商平台的负责人Richard告诉焦点 自从去年4月我国在冠病疫情下实施阻断措施以来 越来越多国人选择上网订购食品及日常用品 其中新鲜农产品的订单就增加了60% 为了响应我国2030年提升食物自给自足能复义的 电商平台跟新加坡食品局合作 上架本地20家农场的农产品 Richard透露本地种植的蔬果深受顾客青睐 平台也跟农场分享市场数据 帮助菜农更精确地判断需求 提高产量 我们所说的专业的专业 这是一个更加深的专业 是要更加注重于地区域和地区的品牌 结果我们可以开始分享 我们跟这些商店和这些商店 我们可以教育他们 在他们的领域领域领域 他们可能会领域领域领域 这一家位于克兰芝的农场 每个月生产高达15吨的蔬菜 农场采用温室及滴灌技术 种植了菜心 奶白 线菜和芥兰 等七种本地蔬菜 负责人黄月良说 农场除了供应给本地超市 有一半的农产品是经由电商平台销售 我们现在的进步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蔬菜的质量 保持得很consistent 所以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在本地耕种 就是说它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运输方面 所以我们的蔬菜是可以耐很久 为了保持新鲜 蔬菜收割后马上进行包装 准备运往货仓 来到货仓后 农产品也被保存在冷藏仓里 再按照顾客的订单进行减货和包装 从农场到消费者的过程 最短只需要三天 电子商务的崛起 除了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也给传统农业带来了新机遇 在中国有人还愿意放弃当空姐 回乡务农 到底什么原因让她走回农村呢 中国四川省的梁山州惠里县 地处高山深谷 虽然地段偏远 但却因独特的气候土壤 每年都盛产高品质的石榴 25岁的何爽在惠里县长大 曾经是一名空姐 2017年 她因看准电商所带来的机遇 决定放弃舒适的生活 回到家乡种石榴 我们家就是来自于农村 所以说我对农村的特别多的东西 是有满身的一个情怀的 然后再加上当时 我们那边的石榴的知名度不够高 我就想的是 我回去通过直播 通过电商来销售一下惠里石榴 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认识到我们的惠里石榴 当时何爽加入了 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电商平台的 新农民计划 在这项计划下 电商除了提供直售农产品平台 也给农民创业培训 为了栽培这些新农人 我们也创立了多多大学 然后举办线上以及线下的培训课程 这样的话呢 这些新农人更了解 就是在无论是客服啊 或者是在商铺运营这方面的 一些其他的重点 然后更好地把他们的生意 做得更大 三年的耕耘 何爽通过直播的方式 成功打响知名度 他还曾经创下一天卖 100万人民币的石榴记录 目前他也创办了自己的农业开发公司 帮助推广当地的石榴业 这也算是我事业的一个转折 我们当时就成为了多多果园的供应商 然后就给多多果园供货 差不多一个季度 我们也能做八九十万单的石榴的体量 在新农人计划下 电商平台至今已经培训了 超过十万名农业新人 公司也希望 未来能有更多农民加入电商行列 推动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 农民的参与现在是非常的踊跃 因为他们也知道 就是其实电商这一块 是一个很迅速发展的一个行业 接下来我们也想再去培养 多十万名的新农人 因为这些新农人 他们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返乡的时候 也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 也可以启发一些其他的传统农民 去尝试通过电商来触发 触达更多的这些消费者 传统上农产品都必须经过批发商 再转到菜市场售卖 电子商务平台打开了新的市场 缓解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稍后回来一起看看 传统种植法和人工智能的 种水果比赛哪个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